川普照道理说 星期二应该要被捕了 结果我没有报这个新闻 因为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而且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被捕 不过与其在乎这个 还不在乎川普在干什么 他发了影片说 终止乌克兰的战争 这是我目前觉得 他最重要的影片 今天来好好讨论一下 Joe Biden这个星期 第一次使用了否决权 否决了一个两党共识的法案 他否决了之后 这个法案会让你退休金 401k 彻底的贬值 然后拿去做什么风力发电 跟太阳能板 赔钱是你家的事 新闻最后讨论一下 一向很有风度的 Ron DeSantis 做了一个非常糟糕 而且错误的事情 而且也让更多的人 对他产生怀疑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去我们的网站 loveainews.com 或者直接到下面 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这个频道是100% 由你这样的观众来支持的 我们需要自己的媒体 我们需要真正的使用 圣经的角度来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翻转这个时代 需要你跟我一起努力 而且坚持 所以请加入我们的会员 还有帮我们按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重要的是 分享这个影片 如果你也想一起抵抗 我们的文化价值观 不断的被左派侵蚀的话 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加入会员之后 你不但可以直接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而且你还可以参加我们 Discord的聊天室里面 Discord聊天室 是只有会员才可以加入的 里面我们会有固定的课程 我们三个人主要也会在 Discord里面聊天 因为里面绝大多数都是 支持我们的人 跟我们有同样价值观的人 不然就不会加入我们的会员 因为看的人很多 然后想要来嗆嗦 刷存在感的观众也很多 我们最希望的是 就是大家可以使用我们的平台 让大家可以彼此认识 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 至少这些人是跟你有 同样价值观的 绝对可以跟你一起度过难关的 特别是现在国际情势这么不稳定 所以请各位加入我们的会员 会员则可以去Discord 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这个星期最大的新闻 可能就是川普可能会被逮捕 这个新闻了 说穿了我不知道怎么报道这个新闻 因为除了司法不公 纽约犯罪率这么高 你们都不审理了 持枪抢劫都算轻罪 然后一个州的检察官 要控诉联邦的选举法 最高法院都不碰选举了 你一个纽约地方检察官 在这边叫嚣什么东西 一切就是一个政治迫害 一切就是在演戏 除了这些以外 我不太知道怎么回应 因为这大概就只是 我跟绝大多数我们的观众 会有共同的愤慨而已 但是我想要在这边说的就是 共和党应该要怎么回应 不管是共和党的州长 还是共和党的检察官 应该要怎么做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共和党的州应该要逮捕那些 自由派的重要人物 这个样子的人 非常的多 就看就是围绕在 柯林顿家族那些人就好了 OK 贪污、腐败、内线交易 民主党里面犯罪的证据 都一堆 而且在柯林顿暗杀他们之前 把他们逮捕的话 某层面上还是在拯救他们的生命 不管是柯林顿家族 还是拜登家族 甚至柯林顿跟拜登本身 都有超多的左派的罪犯 基本上没有被起诉的 所以如果是共和党的州 然后又是共和党的检察官的话 这个样子的几率会比较大 因为如果检察官是共和党的 但是州长是民主党的话 那可能州长就会颁布什么特色 或是施加什么政治压力的 但是这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就是选两个有头有脸的 民主党的政治人物 左派的政治人物 起诉他们 他们起诉我们一个 我们就可以起诉他们五个 这是无庸置疑的做法 但是很多人会不喜欢 很多人会自认清高说 我们不应该这么做啊 对不对 We are better than that Ethan 对啊 我也觉得我比他们高尚很多 我也不是在建议一个 非法的定罪 非正义的起诉的方式 我不是在说我们应该随便找一个左派 然后随便起诉 我是在说 我们应该要找到他们的犯罪证据 然后执行合法的正当程序 反对这个做法的会是说 我们美国应该要团结啊 我们应该要保护我们政府的运作模式 这些不应该是针对自己的政敌的 这个样子的话不就是政治迫害了吗 我也不想要在那样子的环境 那样子的国家 但是我们唯一能这样的运作的方式 就是那个样子的运作模式 在我们的政府里面 很明显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左派正在摧毁这个国家的稳定 这个国家的正义 这个国家的司法 这并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在说的是 选举归选举 我们不要政治迫害 我们司法要正义 不要随便扣押政敌 但是 如果他们已经在这个样子做的话 在做这个样子的事情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做同样的事情 不然我们只是举手投降 让他们滥用司法的程序而已 所以 他们要起诉川普 OK 那我在这边想要看到的就是 掌权的共和党 出来举报 起诉左派的政治人物 我们应该要起诉更多 起诉很多 我们应该要把法律 丢在他们的桌子上 我们应该要把他们犯的那种 很小的罪 放大到一个夸张 应该要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 就是告诉这些左派 他们的行为是要负责的 是要付上代价的 这样子反而会创造出来一个 更完善 更正直的一个政治系统 我觉得我们早就该这么做了 政治人物是我们的员工 不是我们的领导 他们不应该有任何的特权 美国的历史学家Donald Kagan 专门研究古希腊 还有战争史的一个历史学家 上过Hestory Channel很多次 他每次节目在讨论东西的时候 例如像说什么 为什么伯里克里会这么做 为什么这个政治人物 会这个样子做决定 他每次的说法都是 我观察的角度都是 是什么激发了他们这么做 或者是逼着他们 一定要采取这个样子的行动 这样子的策略的 通常这样的原因都差不多 就跟布鲁克林的校园一样 因为他是从纽约布鲁克林 他说所有的规律 几乎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战争还是政治 还是国际关系 都跟为什么会有人 在布鲁克林这个公园 站起来面对霸凌 为什么人会起来 反对压迫 如果我们不起来抵抗 如果我们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这个政治迫害 就是要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时候 不是耶稣说打左脸 右脸也转过去给人家打 不是说 如果我们允许左派 这样子对反对的政党的话 然后我们说 我们要维持和平 我们要以和为贵 这样子的想法 是愚蠢的 这么做 并没有在帮忙维持和平 而是在帮助左派 创造出来一个新的法律程序 就是他们有特权 而且保守派将永远没办法 维持自己的文化跟价值观 然后他们可以随便的 迫害我们 而且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什么都不敢做 再说一次 我们顺服的是神 不是人 也不是政府 不只是美国的政治 任何国家的政治 都应该这个样子 我们不可以再让左派 一直不断的嚣张 猖狂 不只是在政治里面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在教会里面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不能让罪持续 我们要爱罪人 但是要憎恨罪 爱耶和华的 必须要憎恨罪 而且要惩罚罪的行为 那川普现在在干嘛呢 川普在讨论重要的事情 马上结束乌克兰的战争 以下是美国的总统 应该要说的东西 We have never been closer to world war 3 than we are today under Joe Biden 在这边先暂停一下 川普在这边说的很特别 说我们从来没有比现在 更接近第三次世界大战 如果现在不是离第三次世界大战 开打最近的话 那最近的可能就是 1960年代的古巴核弹危机 或是导弹危机 当时美国全面封锁这个禁航 然后苏联送导弹进这个古巴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开启一个核子战争 这个可能是川普做的这个例外 但是这个例外 反而让川普接下来要讲的这些建议 非常的有道理 就是要如何缓解现在乌克兰的战争 这次世界大战争的战争 会认为战争的战争 会认为战争的战争 和灾争的战争 并非战争的战争 并非战争的战争 会认为战争的战争 会认为战争的战争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voiding that nightmare 我们会避免它 but we need new leadership 每天这个战争的战争 在 Ukraine继续 我们危机的战争 我们必须得完全确认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没有人在讨论的 这个是美国在乌克兰 跟俄罗斯的战争当中 应该要扮演的角色 还有目标完全不同的观点 跟定义 Joe Biden 跟民主党 还有这些共和党的建制派 Lindsey Graham Mitch McConnell Mid Romney 没有任何的定义 所以说你可以说 川普在这边定义了美国的目标 川普在这边说 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 最大的利益 就是结束这场战争 停止这场战争 拜登政府跟他的爪牙们 他们对于乌克兰的战争目标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说穿的就是没有人知道 除了继续打下去 能打多久打多久 能打越久越好 不要有任何退让 俄罗斯不能有任何的好处 打到乌克兰全毁 或者是进入欧盟 北约之类的 我们的政府一直在做的事情 只是在提倡 而且扩大战争而已 但是川普在这边说的就是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停止战争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我们必须平静 没有停止 另外 也必须有完整的决定 这就是重点 川普在说的这个就是 这边这个 世界新秩序 世界政府建制派 战争企业 战争经济 随便你要怎么样 叫这个系统 他们就是不断的想要提倡战争 为什么美国近代史 除了川普在任的四年 每一年都在战争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样子的做法 那他们的说法是什么呢 我来这边站在他们的角度 来帮大家解释一下 美国会需要参与在这么多世界的争执 跟战争当中的原因 是因为美国是这个世界的老大 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影响力 美国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帝国 跟之前提到那个希腊政治人物 伯里克里说的一样 或许不断的扩张这个帝国 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我们不掌控这个世界的秩序的话 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糟糕 所以美国要当这个世界的警察 当这个世界警察 会有很多福利 会有很多好处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历史上最大 而且最强大的国家 所以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国家 还有这个世界的秩序 OK 这个观点很好很棒 甚至还蛮有说服力的 但是川普在这边指出了 这个观点的盲点甚至是个错误 川普在这边说的就是 我们在这边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散播民主 我们在守护自由 守护民主 但是问题是什么 我们在外面守护 但是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面 我们正在歼灭民主 我们正在摧毁自由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 美国正在全面的打压民主 只要看现在的议题就知道了 在堕胎的议题上面 至少在去年之前 Roe v. Wade被推翻之前 一堆在最高法院工作的这些律师 就把堕胎这个议题 跟民主彻底切割了 还有我们看对于婚姻的定义 在自由派的加州 我们在这边投票 Prof 8 那个时候 民主都投出来说 婚姻是一男一女的 我们要尊重婚姻的神正性 我们不能改变婚姻的定义 民主高票的否决同婚 然后最高法院说 憲法规定说这是人权 说了一堆 憲法里面没有的东西 讲了一堆理由 然后彻底的改变了婚姻的定义 摧毁了婚姻的神圣性 不管你对于同婚的看法是什么 或许你会支持 或许你反对 或许你根本不在意 但是很明显就是 这个判决 就是一个反对民主的手段 一个政府手段 各式各样法律的案件 什么黑人赔偿法案 父母责效权 律能新政 我们看到的就是 民主越来越不是一回事 就连在我们的公共场合 我们的社交媒体 也是一样的 在一个提倡自治的 一个共和政府里面 言论就是政治 政治就是言论 所以在一个民主的政府里面 我们应该要可以决定 自己可以说什么 而且我们要为我们 自己说出来的东西 承担责任 但是现在美国 并不是这个样子 美国并不尊重言论自由 你的言论 会让你失去工作 失去公职 失去公信力 而且可以让社会大众 全面的讨伐你 只因为你在跟政府唱反调 在社交媒体上 更是这个样子 我们美国的大公司 把你能说什么的权利 外发给了一堆 国外的fact check公司 中国共产党的fact check公司 而且把网路上面的言论 的自由 全部交给了 矽谷那些大型的科技公司 这些公司 这些人 跟美国的民主 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如果你说 嘿!或许这个疫苗 没有他们说的 那么神奇 可以治百病 口罩好像没有他们说的 那么神奇 说什么核弹攻击的时候 一定要戴口罩 或许新冠肺炎没有那么可怕 只要是65岁以下的人 咳个两个星期就会好了 或许 嘿!或许2020年的选举 有很严重的舞弊 应该要调查哦 这些言论 是完全被封锁的 我们的影片就被封锁 而且还被冠上 暴力恐怖分子 Violent Terrorist 的名号 因为 Google Facebook Twitter 控制着90% 我们美国人的讯息 所以 我们看到的就是 美国的民主不断的被打压 美国的自由不断的被打压 现在在美国 美国人甚至没办法控制 谁可以进入我们的国家 因为 我们没有边境 或者是我们的边境 只是参考用而已 然后 我们在那边吹牛 说什么 我们在世界各地建立民主 散播自由 川普在这边说的就是 我们不断的提倡 国外的民主自由 我们就越打压 我们自己国内的民主跟自由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的美国就是在摧毁民主 跟摧毁自由当中 所以川普那个影片在说的就是 我们要建设的是自己 现在不是在国外逞强的时候 而我完全同意他说的这一点 他在这边说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还要接近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他没有讲到古巴导弹危机 就彻底的展现这一点 因为 现在美国这边的好战分子 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的这个建制派 他们的说法是 如果我们看起来很软弱的话 习近平就会更霸道 普丁就会发动更多的侵略战争 反美的浪潮 伊朗 北韩都会开始打击这个世界的秩序 当我们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就是 邀请这些反美的国家来作乱的 不是吗 我并不反对这样的看法 但是 这并不代表说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像看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现在美国官方的说法是 甘乃迪坚定 然后甚至威胁 然后苏联就把导弹从古巴夹着尾巴撤走了 这只是一半的说法而已 另外一半的原因就是因为 甘乃迪同意把土耳其的导弹撤走 而土耳其的导弹就是促成古巴导弹危机的主要原因 所以在当时 美国的确没有丢脸 看起来还是很强大 但是美国的确是退一步了 而现在在乌克兰的处境 也必须要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如果说我们想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 而且想要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话 而且就说在这二三十年 哪个美国总统对外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我的记忆里面 我经过的美国总统里面 只有川普的对外政策是有用的 避免战争 而且让美国变得更强大 或许你可以说老布希也不错啊 但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 美国变得越来越软弱 只有川普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 而且是对美国有利的 而且是对全世界都有利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办法预估川普会做什么事情 或许他有一天会说世界和平 绝对不可能有战争 然后第二天突然丢一颗最大的 或许他一天在中东签订和平协议 然后呼吁中东和平 就他第二天暗杀了伊朗恐怖分子的 这个恐怖分子将军 他就是一个用兵大师 一个计谋大师 孙子兵法里面写的 行兵之极,置于无形 必全真于天下,顾兵不顿而立可全 而就是这个样子的特质 他在外交上才可以这么的成功 如果你今天是普丁 如果你今天是习近平 你就不敢乱动 就拿普丁做例子好了 川普在位的时候 普丁是唯一乖乖的什么都没做的政权 小布希的时候 俄罗斯侵略了哥鲁吉亚 欧巴马的时候 普丁侵入了克里米亚 川普普丁乖乖的 拜登一上台 普丁侵略了乌克兰 因为瓦靠红虾说 川普跟普丁说 如果你打乌克兰的话 我会打莫斯克 那如果你是普丁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这吹牛吹得太夸张了吧 但是里面可能有5%的纪律 川普说是真的 然后他是个神经病 他敢叫北韩的独裁者 又矮又胖 然后当北韩威胁要打开什么 这个核武战争的时候 川普的回应竟然是 我的按钮比较大 而且我的按钮还有用喔 所以普丁就在想说 这个神经病或许真的会这个样子做 真的不知道 95%应该是OK的 但是5%的风险都不可以接受 这个就是川普创造和平 四年最成功的美国对外政策 而且说真的充满智慧 那对外政策最失败的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总统 Joe Biden了 但是不要小看他 他对内的政策也是非常失败的 Joe Biden这个星期上的电视 第一次执行了Veto否决权 来否决一个法案 那总统会签署否决 就表示说参众两院都已经同意这个法案了 民主同意了这个法案 才会放到他的办公桌上 让他签成法律 那值得注意的就是 共和党并没有掌控参议院 所以说这个法案是两党的共识 那这个法案是什么呢 这个法案废除了劳动部门的规定 让劳动部可以不用投资在 ESG的这个投资案上面 简单说就是你的401k 你的退休金 之前规定劳动部投资 可以以投资的回报率为主的 这个投资方案 但是劳动部后来说 我们应该要着重于 这些左派的这个议程上面 OK 这样这样才对 OK 我们不用管人民的退休金 跟401k 我们要在乎的是 律能还有社会正义才对 所以参议院跟众议院 就出来共同投票 两党共识 投出了一个法案 要来废除这个规定 通过了 政府要以民众的利益 为优先的法案 结果 Joe Biden 就使用了否决权 然后这个影片就是 他在那边说 为什么要否决这个法案 然后说了一堆谎话 他说的全都是谎话 这个法案 只会让所有的投资案 变得更糟糕而已 只能投资在左派的大公司 只能投资在浪费钱 而且没有任何意义的企业上面 一切不是以回报率为主 而是以左派的绿能 社会正义为主 你的401k的钱 会被逼着 一定要去在乎 全球暖化社会正义 你的退休金会变少了 那是你家的事情 劳动部规定 你一定要支持左派的议程 不管你要还是不要 而Joe Biden 规定 所以说 Joe Biden 在这边说谎 不只是我们认为 他们在说谎 连民主党的Joe Manchin 也发推文说 他在说谎 Joe Manchin 说 这个政府不断的提倡 极端的政策跟议程 完全不在乎 经济 能源 以及这个国家需要的安全 这实在太令人生气了 West Virginia 的居民 正在承受一个 世代最严重的疫情 过后的复苏 还要付出史上最高的 通货膨胀的代价 面临着二战以来 欧洲最大的战争 这个政府却不断的提倡 这些极端的社会 以及环保议程 只会让人民 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 这个ESG 的强迫投资 只会让我们的能源 经济 以及国家的安全 更受创 而且还会把 一亿五千万的美国人 以及West Virginia 的居民 努力存下来的退休金 拿去打水漂 就算国会两党都同意了 要拒绝这个投资方案 拜登总统还是选择 把这个进步派的议程 放在美国人民之上 但是不用担心 你不知道怎么使用你的钱 你选的民意代表 也不知道怎么使用你的钱 你很笨 你不知道怎么投资 但是 Joe Biden 知道 他会好好的使用你的退休金 讲完了 拜登犯下来的这个最大错误 就是让美国所有的人 变得更穷 我们就来讲讲 Ron DeSantis 最近犯下的错误 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欢Ron DeSantis 我也觉得就是 他跟川普互相竞争 会使得我们2024的候选人 会使得我们2024的候选人 越来越保守 越来越正直 我觉得是个好事 但是 他今天真的是 Yeah 我们来看一下 他对于纽约要起诉川普的回应 里面的里面 是专业 罗兰 呢 他像其他专业 他们换团的 我认为 他们判断 了 ide上 灵力 办法 法 和用法 相êu隐藏 50% 无法 德勤 他 says 他并不想要 要 繁盟 帮 他们 我们 看到 因嘛天天 is we seen the scott the the crime rate go up and we've seen citizens become less safe and so you're talking about this situation with and like I don't know what goes into paying hush money to a porn star to to secure silence over some type of alleged affair I just I can't speak to that but what I can speak to is that if you have a prosecutor who is ignoring crimes 他在他的法律上每天都在行 他選擇去年代 去用Pornstar的錢付款 這是一個政治的計劃 在武裁的法律上 我認為這根本是錯的 那 這裡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這已經隔了幾天了 他如果要參選的話 如果他是為了正義而發生的話 他應該要幫他的州的居民 站出來說話才對 川普住的是佛州 但是他就等了媒體問了之後 他才回答 因為他就是目前最有權力 可以保護川普的州長 他是有權力跟能力 跟紐約談判的 但是他好像沒有要這麼做 因為川普目前是佛州的居民 如果說紐約要起訴他的話 佛州就必須要把他送過去 引渡過去紐約才可以 所以 Descentes 在這個中間 其實是被繳進去的 但是我個人認為 他應該要為了紐約濫用職權 而發生才對 因為紐約目前在攻擊的 就是共和黨目前的領導人 而 Ron Descentes 是共和黨人 我覺得這邊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他應該第一時間 跟川普站在一起 為了川普站出來才對 他並沒有這麼做 表示他在乎的並不是公益 而是選舉或是總統大位 那這是我個人的想法啦 不代表本台立場 不過通常我的立場就是本台想法 OK So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OK 不過絕大多數的人在意的是下一段 Talking about this situation with and like I don't know what goes into paying hush money to a porn star to secure silence over some type of alleged affair I just I can't speak to that but what I can speak to Ron Descentes在這邊講的好像是有點在開玩笑 但是又好像有點落井下石的感覺 那川普支持者絕對都會發瘋 我已經在各個群組裡面看到就是 你看這樣子的人不能選啊 簡直就是一個叛徒啊 Mike Pence 2.0 我是完全不支持這樣子的言論的 我覺得我也不支持 Ron Descentes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這是會傷害Ron Descentes本身 而且最主要是我不覺得他這樣做會得到任何的好處 雖然我不認為說他在那邊酸川普有什麼錯誤 因為這一切其實是川普開始的 而且我認為保守派應該要團結 口徑要對外才對 不應該每次川普只要一受批評 所有的人就是面紅耳赤的互相辱罵 簡單的說就是不要把川普當偶像 而且川普已經損Ron Descentes六個多月了 所以他們互嗆 我覺得是個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當然川普也回應了 他說 他說虛偽的Ron Ron Descentimonious 或許未來就可以發現 如何分辨無實的指控跟假新聞 等他長大之後 有智慧之後 有點嘗試之後 當他被一個女人 或是他的這個未成年的同學 甚至可能是個男的 不公平而且非法攻擊時 我還蠻確定 他會跟我一樣反擊的 那 這個就是事實 他們兩個現在不是政治的朋友了 而是政治上面的對手 所以會在這邊互接場吧 我覺得都可以說得通 但是我比較不能接受的是 Ron Descentes一直以來都是說他只想做正義的事情 他只想做正確的事情 他要為正義而戰 要為了佛州而戰 但是 他現在的居民被不公平的對待的時候 他想要的卻是如何攻擊他政治上人的對手 而不是攻擊左派的虛無 這也很明顯的讓所有人看得出來 所謂的保守派 有多麼的這個鬆散 會有這麼多的內鬥 每個人都把政治的目的 擺在正義的前面 因為起訴川普這件事情 不管你對於川普這個人的觀點是如何 你都應該要感到很不公平 很生氣才對 共和黨應該要因此而團結才對 但是我們看到的卻是 但是我們看到的卻是整個共和黨 安靜 懦弱 沒有聲音 甚至妥協 因為這些人必須要知道 現在對於川普的攻擊 不只是針對川普 他們打垮川普了之後 接下來就是下一個保守派 每一個人都會遭受同樣的攻擊 而現在在內鬥 只是在幫助左派而已 Ron DeSantis 應該要證明這一點 而且主動的團結 帶領共和黨 但是他卻講了一段 很不好笑的笑話 他完全忘記了 他選上 完全是靠川普的 這一點 他沒辦法避免 他現在不跟川普站在一起 感覺就非常的忘恩負義 以下是他2018的時候的選舉廣告 那我在這邊當然不是在攻擊 Ron DeSantis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好的政治人物 很正直 或許是後川普時代的共和黨最棒的領導人 但是如果左派跟建制派可以凝聚力量 完全支持一個老人痴呆的 拜登或者是腦中風的 叫什麼John Featherman 為什麼 GOP 為什麼共和黨永遠做不到 特別是川普這個人 他現在面對的是史上最大的政治機器 美國史上最大的政治迫害 連這個樣子共和黨都沒辦法團結 那這將會是未來保守派最大的致命傷 加爾文主義有一個說法是我很不能同意的 就是檢選論 就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是檢選被得救的 有些人神創造出來就是要下地獄的 那這個我非常難同意 因為這個樣子就表示說 神並沒有給我們選擇的自由權利 他們的說法是 你看猶大就是注定要背叛耶穌的 然後他就是注定要下地獄的 我個人認為其實不是的 我個人認為猶大是有選擇權的 他可以選擇不要背叛耶穌 事實上就是 如果他選擇不要背叛耶穌的話 剩下十一個使徒 每一個都有可能背叛耶穌 這個世界的誘惑是非常大 而且非常充足的 Everything has a price 要背叛耶穌太容易了 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節說 如果有人到我這裡 而不恨自己的父親、母親、妻子、兒女、兄弟、姐妹 甚至自己的生命 他就不能做我的門徒 凡事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的 也不能做我們的門徒 所以我們真的要摧毀自己心中的偶像 摧毀自己的欲望 不管是什麼 金錢、權利、安全、安逸 甚至家人 這些都是阻止教會達到真正合一的東西 我們活著 如果不是為了正義、價值觀而合一的話 那我們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機會可以合一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麼需要耶穌的救贖 感謝大家收看,我是Eto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支援